據愛及國家電視台報導 坦達維給予尖祖李能夠徵常理行職責的所有權力 據悉尖祖李將力爭在議會選舉前開始組建新政府 她正在與軍方遊行領導人、看守內閣成員和一些新內閣候選人初相 一旦達成協議就會立即開始組建政府 尖祖李在1933年1月生於米勞夫省 在開羅大學農學系畢業之後曾去到美國進修 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在1981年開始 她先後擔任總統顧問委員會成員、計劃部長、副總理 兼計劃及國際合作部長 在1996年1月至1999年的10月擔任政府總理 她是埃及1991年開始實施的經濟改革計劃的主要設計者之一 由於近期埃及國內持續發生示威衝突 在今年3月就任的謝拉夫總理內閣 在本月20日向軍方遞交請辭 坦合為22日宣布接受謝拉夫內閣的請辭 並組建民族拯救政府 之後會在明年6月30日前舉行總統選舉 外籍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昨天 在記者會上重申 在本月28日開始的議會選舉投票 將會預期進行